张气郎一手阴阳刀叱咤风云 常有高手向他挑战 可却往往不堪一击 一刀即死 张气郎威震江湖近十年 但如今张气郎已经厌倦江湖纷争 选择隐姓埋名 当一个不起眼的教夫 可是张气郎虽然舍弃英雄名 却不曾放弃英雄胆 这一日 山匪鬼头党突袭县太爷 张气郎也身在其中 他赤手空拳 刹那间解决数人 而当他折下轿子木棍当武器 就更凶猛了 一不留神 鬼头党就已被杀光 张气郎急忙回家 让父母赶紧收拾东西 自己则来到后院重拾旧刀 可当他再度赶回 父母竟已流血身亡 张气郎怀抱尸体痛哭 在全县到处搜查鬼头党线索 还真被他找到一人 此人是个贫农 为了生计 在鬼头党中当了个小喽喽 张气郎不愿为难他 只想从他口中 获知鬼头党信息 原来 鬼头党拥有五个头目 分别是红黄青白黑 五大杀手 大王被称为鬼王 贼窝具体在那儿 也不知道 大概是七斗阵方圆十里的一个地方 刚跨过一座小山 张气郎没有看到匪徒 却见到一位昏厥在地的黄衣男子 张气郎心善 只以为此人是被鬼头党抓来的 他背上男子前行 身边逐渐出现众多挑柴农夫 就在此时 男子猛然制住张气郎双臂 一刀插入他左肩 张气郎吃痛甩飞男子 一刀切开他的腹部 随后利用长短阴阳刀 战斗激烈张气郎也身受重伤 他吃力爬出山脉 前上小线一辆马车 马车主人心善将他救起 张气郎醒后才知道 这家主人姓卢 一家全是满意的 明天正准备去六合乡参与庙会 此日张气郎伤势稍有好转 当即跟卢家告别 他需要去七斗阵一趟 打探鬼头党的具体贼窝 说吧便转身离开 卢小姐面露不喜 她的命都是卢家救的 怎么就连谢谢都不说一声 这女娃哪里知道 在江湖上 恩情越大 单薄的语言 便越显无力 张气郎住进客栈 听见外隔壁房 有鬼头党楼楼窃窃私欲 他破门而入 一柄长刀降服几人 逼用鬼头党首领下落 当得知对方正在六合乡 张气郎神色大变 火速出门 可六合乡已经等不及张气郎 今晚游客甚多 鬼头党早就全部赶到 他们杀人放火 逼迫百姓交出财物 待到张气郎赶到 卢家只剩下三个人了 张气郎询问鬼头党下落 这才得知 七斗镇镇长今年准备了 十二余美人进攻给洛阳 可镇里边有鬼头党能卧底 刚刚几个首领洗劫完六合乡 已经马不停蹄 往标队赶去 张气郎复出心切 却不忘先送几人去客栈休息 可刚入门 他就察觉此地不对劲 因为店家给他们的菜 居然是一条条毒蛇 张气郎爆气 将几人护在身后 他手持硬阳刀 分为长短两刀 长刀近战 短刀偷袭 黑一头目不曾见过如此武器 丢了性命 可在他临死前 也望卢小姐身上 射中一只毒镖 张气郎让他们先去镇长 抚牙疗伤 顺便通报鬼头党截镖一事 自己则赶去救助镖队 他策马飞奔 可赶到时 却只见尸首无数 藏有十二余美人的石盒 已被抢走 顺着车印 张气郎继续前行 果真见到埋伏许久的鬼头党 他解决几人 继续往前 在一处客栈见到红衣头目 红衣头目一手流行 纯笨重得很 哪里是阴阳刀的对手 张气郎抢回石盒 回到小镇 却得知卢家被鬼头党偷袭 已经逃走 张气郎担忧恩人性命 出门仔细搜寻 在一处郊外小破屋 找到他们 原来镇衙门里边的马大侠 其实就是鬼头党卧底 他深得镇长信任 才能得知标队的行进路线 只是石盒兼任无比 需要特制钥匙才能开启 而为安全起见 镇长早已将钥匙藏在老婆身上 马大侠此行 正是为了偷走钥匙 他心机深沉 借着探望暴信任卢家的名义 想要先将他们灭口 但既然好歹在江湖混迹多年 果断提前逃离 只是卢大叔反应不及 还是被刺中了咽喉 卢二妹神情悲痛 想要跟张气郎学刀 为了证明自家血脉资质 还说出了伯父卢俊逸的大名 张气郎文明色变 原因无他 只是卢俊逸 正是他退出江湖前所杀的最后一人 那一日 两人相约切磋 可刀剑无眼 一旦较真儿 难免会有误伤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选择退出江湖 张气郎沉饮一番 拔刀默默走向卢老爷 跪倒在地 杀雄仇人就在眼前 卢老爷刚要一刀砍下 脑海中浮现出张气郎 近段时间的表现 终究还是下不了手 另一边 马大侠借助身份地位 已经偷偷将石和钥匙复刻下来 他以搬运救兵为名 让鬼头党将其捆绑 押回七斗阵 借机夺取石和 百一杀手跟青一杀手 亲自带队执行任务 可他们不知道 张气郎早已悄然潜藏在釜底之中 一招试探 两人自知不是对手 率重离去 看到马大侠背后伤口 张气郎的眼神有些玩味 这是鬼王称霸武林的黑煞追魂掌 中了这掌的人 不死也惨 他倒是命大 但张气郎没有直接拆穿 只是要阵仗将石和交予自己包管 张气郎心知石和放在镇衙门已经不安全 索性拿上石和 潜入郊外小屋 好巧不巧 卢二妹近日傍晚在郊外 正好捡到鬼头党遗留的复刻钥匙 说到这里 已经实在忍不住吐槽 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不放在寨子里好好保管 反而整天带着四处瞎跑 还正巧落在卢二妹眼皮底下 剧情漏洞确实有点大 张气郎打开宝盒 生出一计 将所有玉美人都藏在破旧小屋中 又带着石和回到镇里 鬼头党感慨张气郎勇猛 不敢正面对决 他们吩咐手下到处杀伤强掠 然后每家每户都贴一张告示 意思很简单 交出石和 赶走张气郎 保你全镇太平 一天内 无数百姓跪倒在镇衙门门口 张气郎解释 不管自己在不在 鬼头党都是会来的 为什么不让他守在这里 跟鬼头党一拼生死呢 张气郎低估了人性的可怕 所有民众见到张气郎本人现身 哪里管他说的对不对 纷纷只顾拿东西砸他 张气郎被赶出小镇 鬼头党不再畏惧 光明正大闯入镇长府衙 马大侠也不再隐藏 拿出石和跟原钥匙献给首领 可一看石和 所有人都傻了眼 里面赫然摆着一个分裂的鬼头面具 首领杀气顿胜 将目光盯向马大侠 恰逢此时 罗二妹从窗口探头 说张气郎正在外边等着马大侠远走高飞 首领勃然大怒 吩咐手下围攻 斩杀马大侠 鬼头党忍无可忍 倾巢而出 是要抢回十二玉美人 愤怒的敌人并不可怕 没有脑子的他们 被张气郎引入一个不满陷阱的小树林 刀光剑影刹那间 首领便被斩杀 这个小镇也再度回归太平 只是不知道这张气郎 能否真的归隐山林了